大家好,我是錢穎儀中醫師 今天很開心可以接受Pregnant Mama的邀請 和大家討論一些關於孕婦健康的問題 陰神期間,婦女的飲食其實我都是主張均衡飲食 但在有兩個情況之下,戒口是要注意一下 懷孕初期,即是十二週以前 或者是一個婦女的體質是虛弱 這段時間,如果在生果方面 我會建議特別寒涼的生果不好吃 另外就是容易引起輻射、通便的生果 我也不太建議 西瓜、龍蕙這些都是損傷皮羊的 會令胎兒生長發育得不太好 另外就是通便,我們叫做滑利的生果 其實是會增加流產的風險的有機會 所以,例如火龍果、奇異果、椒 這些通便的食物就要小心吃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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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